好 很多年来我爱跟观众斗软 好多人是执着我 听完这时候一定要上网去找 找你说这书怎么回事 后来我就乐了 把我善恶图 包括《寄宫传》很多回目 剁自边鞭子 我鞭完之后 就让你去找你去搜去吧 你把买肚搜烂了也没有 听书听的是扣 听戏听的是咒 为什么要听扣呢 有包袱有扣子 有人物有情节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又有意思 真是能勾住赛方子走不了 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清朝康熙年间 康熙42年就在北京城 我说一个地名 看看老先生有没有人知道 在宣武门外南横京 当年有一个庙叫江南城隍庙 城隍庙 全国各地都有城隍庙 什么叫城隍庙 简单揭说 就是神仙世界里边的市长 各地都有 这是管着什么山东的 管着菜园的 管着四川的 这个城市里边的阴间的关 叫城隍 城隍庙 那么说为什么这个叫江南城隍庙呢 北京城怎么出了江南城隍庙呢 为什么呢 这个庙最早是元朝初年有的 到明朝 屡次三番的修建 到清朝的时候 是一些江南的举子 以及在北京做官的江南籍贯的人 大伙联合凑钱 修的这个城隍庙 所以叫江南城隍庙 虽然我们外南横京 就这么简单 城隍 城池的城 皇上的皇加一耳朵 什么意思呢 城 大伙不许了 城是吧 我就不说英文了 因为我不会学乡 城是指的城墙 城池嘛 池指的是城墙边上挖的那个沟 沟里带水 这为池 沟里没有水 这为黄 这是城隍的意思 江南城隍庙 当初是很热的 而且来说 它这个庙啊 不是它一座庙 城隍庙在整当中 东边是冬月天祈庙 西边叫三观庙 但是最大的是这个城隍庙 是北京城一景 每年呢 有三次庙会 清明节 七月十五的鬼节 再加上十月初一 送寒意 每年有这么三次庙会 热闹非凡 三个大庙排开的很有气势 1956年 修仙登坛体育馆挂用石 把庙拆了 但是三个古茶 框架还有 等到2002年 陶然亭这不盖房盖楼 这才彻底全都 好干净没有了 这遗址的建筑楼房 当初是这么一个地儿 故事是发生在这里 这年的清明节 清明节大部分事 上分插流 祭奸仙人 人来人往 你想啊 坐买的 坐卖的 推车的 单单的 大小买的人 连这义人们都来 都在城隍庙 庙里 庙外 老百姓也向着来 好玩啊 啊 逛国庙 烧着香 来吃点小吃 看看白日 哎呦 挺热的 而且这一天 城隍岩要出巡 什么叫出巡呢 搭着城隍岩那巷 出来转一串 但是您可记住了 搭出来这个巷 不是那个泥泰 庙里边有城隍岩的巷 那是泥的 那个没法弄出来 好一千金弄出来 回去用不了了 对吗 只能砸碎的套炉子 是吗 单有一个出巡的城隍像 是腾子 用腾子编出来 弄个叫 给城隍岩割履边 叫链挑到两边来 吹吹打打 抬这腾子像 扣着北京城 这么一转车 再给送回去 有这么一个仪式 老百姓都出来 热闹 呦 城隍岩出巡了 咱们简短结束 看热闹的人群里边 有三姑娘 有三姑娘 正当中这姑娘 家里是做生意的 哪儿 前面大街 开拨拨铺的甲甲 什么叫拨拨铺 就是点心铺 家里做点心的 但是您记住了 老北京人 没有说吃点心 说吃点心 要说吃拨 为什么 吃点心不吉利 过去人犯了罪了 有杀头 有寡 杀头大伙都知道 流氓 玉香 压过来 卡 切了 拿了 切了 这叫杀 寡就麻烦了 我曾经 这才是很详细的说过这个寡 那时间我现在不许说了 简断接说 就把这人呢 给骗多少刀 按罪来说 这也比如说 骗1400刀 这个870刀 这都有 骗多少刀 但有的时候 人家家里有钱 这谁谁给寡了 多难受 我一刀一刀碎寡 怎么办呢 就是寡之前 来一刀 先把他杀了 杀完之后再寡 人不受罪 这个得花钱运动 贵的时候也答应了 奸战的官也答应了 所以把人家上来之后 按心口扑先来一刀 这一刀叫点击 那所以过去 别人没有说 来点击 别人死了 所以都说吃波波 点击铺叫波波铺 前门大街 开波波铺 家长贵的 家里的二姑娘 二小姐 今天没事 带着姐儿俩 结封呗 张的妈家的姑娘 女的妈家的姑娘 姐儿发出来 看城市 出巡 轿子打这儿一过 姐儿仨就乐了 嘿 怎么 瞧这儿吱吱 轿子一过 轿脸吱撩着 里边坐着 城后爷这小 姐儿仨乐了 呀你瞧 亲眼看不见啊 城后爷还挺精神 啊你瞧 长得跟黄燕阳是什么 那时候 我们长得跟女人同志 你 你长得跟我们 长得跟鱼签是什么 我怎么吓死 别说 三说五说越说越开心 两边这俩姑娘 就跟这二小姐说 你既然花大长得俊俏 倒不如 你就嫁给她吧 说了句玩笑话 二姑娘手里拿手绢 又 你俩真是胡说 这是拿手绢 一打他一股疯 这手绢 这一股疯 起来 一直就刮到轿子里边 落在了城后爷这巷子手上 紧跟着轿帘 啪嗒掉下来了 大姑娘傻了 咱们刚才说什么了 说像黄建祥 之后 你说说什么了 我说让你嫁给他 因为我这心里怎么都是乱的 赶紧瞎走 回去了 甲家二姑娘 倒着家就发烧 当天夜里人死了 家里哭吧 这么大一姑娘 出去遛弯就死了 得问问 你为什么要出去 吃伤东西的 还是怎么着呢 那俩姑娘吓坏了 没用 什么都没吃 我们可能说错话了 说什么 我们说城后颜 挺好看的 二姐说 就想她嫁给他 还不怎么着 拿手绢就砍了 城后颜一下 同事答应了 家长回来哭吧 瞻仰上下 起一刻胡云 可是事已至此 说别的也没用 得嘞 白事当同事办 对外声称 我闺女 嫁给城后颜 打枝起 我是城后颜的岳父 哪里有钱呢 那得嘞 拿出钱来 大半喜事 做了一堂的 轮嫁直屎 聘闺女 而且说了 再加三天调会 所有的钱 我们家出 花钱解心疼 所以说这一年的 清明调会 又加了三天 就是因为 城后颜 娶城后奶奶 消息传出来 老百姓好看热闹啊 是不是 听说了吗 有什么名声 那城后也举了那个 窝窝铺带姑娘了 咱们瞧瞧去吧 你也说 我也说 往常来的人 比如说来十个人 这一船就得来五十个人 呼噜呼噜 都上这来 来瞧这个热闹 人山人海 这一天 就在山门以外 来了一辆骡子车 是吧 车到了就 就走不了了 为什么 拉着一条黄线 上面写着 香客 下轿连 人太多 你车不能进来 车上下了俩人 两口子 这男的 三十五六岁 大高扣 六个一米 八上下 四方大脸 黄白镜子 看着胸头 看着肩膀 知道 这是个练过功夫的人 但是 穿着长衫大褂 旁边这人 看穿着大褂 是他的太子 两口子 那么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 今天咱们这部书的 主人公 他叫宋金刚 练武之人 江湖特号 叫铁罗汉 铁罗汉 就是宋金刚 早先在河南一带 给人保镖 从小就看女孩 三十来岁了 娶了妻了 心说 刀枪无眼 我不能再干这个了 得了 我呀 洗手了 打这洗 做点收益 两口子由河南 来的北京城 在鲜鱼口这住 而且呢 弄了三间门脸的 一个买卖 啊 绸盾装 买绸盾 请个掌柜的 给这个盯着 平时没事呢 两口子跟家待着 这两天呢 听人说有消息 啊 说岳母亲是 就是夫人的母亲死了 哎呦 忽了一份 但是山高路远啊 回去来不及了 为什么呢 这太太是云南人 那年头打北京到云南 随心最大 你想 是传在这儿 都雅上岳了 再回去没用 劝劝吧 劝田凌鲁 难受 哎 今天听说有庙会了 送给爷子在家里的 我带你出去逛街 江南城库庙 我带你上这儿 好好玩一会儿 心情舒畅一下 好吧 两口子才来 下了车 直接的进这庙 啊 一瞧啊 善男姓女士 人山人海 正瞧着呢 劝达这一阵道 一阵子操打之声 啊 躲开躲开 躲开 宋子爷护了自己的态 闪不关瞧 来了四五个人 顶头走一小子 瞧这母人就不像好人 啊 小脑袋弯 一脸的麻子 大麻子套着小麻子 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 小小麻子 有一颗颗里小碎点 点上还跟黑毛 三魂套月的麻子 啊 手里拿了一吞香 这个这么长 这么粗 抱着 后面跟几小子 外戴帽子 鞋等眼 一瞧这磨着就不像好人 上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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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 我跟你说 都别胡来 哎 庙会之心 程会员最灵性 知道吗 大伙的心料都长正了点 知道吗 话是如此 干这个事可不像好人干的 啊 拿这香子 专门找大姑娘小媳妇 哎 妹子 对了活 哈哈 哈哈 这人家姑娘能说别的吗 对活 他端着香 哈哈 哈哈 姓什么呀 姓鱼 哈哈 哈哈 我不是男生姓鱼的 哎 有婆娘了吗 没有 哎 你瞧我怎么样 找什么便宜 姑娘转身走了 啊 她把这香 放个筋板一躺 我告诉你们 程虎妍最灵 哎 谁也别亏心 哎 谁要是亏心 程虎妍放火 烧你们衣裳 你闻这虎妍 脸上 就能帮我这儿着了 嘿 送得一瞧 此地不可救流 怎么呢 知道自己的脾气 我现在穿上大褂 我是绸缎张板会的 可有一截 骨子里边 我是练骨的人的 待会儿再瞧一步顺眼 我跟他打起来 这些事 家里边 大爷 你先回去 你不是带我出来 看你现在的吗 那这就行了 不是 我刚进山门 在家走去 车还在门口呢 哎 回来回来 接大奶奶回去 我自伙逛一圈 大奶奶上车走了 踏死了跟这 跟秀妍王起来 心出我瞧哪个 坏小子今天使坏 我非抽离不可 转了一圈 没找着这几个人 也没什么动静 里的外面看了 也没什么意思 转身出来 没什么意思 走吧 最狗顺着大街往前走 走来走去 走到哪呢 现在说这个地面叫永安路 过去这就永安桥 渴了 那有个茶馆 喝点茶也好 一回头 这儿有一大院子 门口站着几个伙计 那爷 别说坐会儿了 好 茶馆 进去吧 迈不进来 进来一瞧啊 这个前面有一个天棚 里边呢 有几间屋子 可都撂着眼 天棚里面有桥栋 有这个茶壶茶碗 就坐在这儿 坐在这儿 那伙计给倒两杯茶 天哪喝 好啊 顿顿顿顿顿 喝什么 散点茶 啊 这个 你们茶馆叫什么字 你偷回来吧 好 偷回来 不是茶馆 什么地方 宝局 别人 不知你哪一位喜好牌的 宝局 什么意思 赌博的场子 你别看宋金刚走南闯北 没玩过 赌 赌钱在这儿 是 您上面吧 您偷回来吧 没来过这儿 就怎么玩 好玩的呢 您抢个心 行 行 那您 交烧吧 没明白 什么话 您交烧啊 不是我是赌钱 我还得交水烧啊 叫钱 我们这款钱叫烧 好 好 这一偷 啊 偷出来两票钱 给你 真不少 您报个字吧 什么叫 报字 不是 这儿不说真名实行 就随便说一个 比如这个 干字的 礼字的 什么龙字的 虎字 您随便说一个字 我们知道世界 我投回来 我知道 那得 您投回来吧 您叫来字了吧 行行行 来字了 那个 我知道这压宝儿吧 压什么赢的多 您真是外行 压固定 赢的多 赢一个赢子 行 那我就压固定吧 我压几 这你拿 随便 压几都一样 晚上到这儿开宝 你压三角了 行 我就听你的 压三 那您跟我来吧 让他里边一条链 里边有一大案子 一帮耍钱的人都围着 啊 掌柜子呢 交收 铁字 来字的 啊 压固定 压三固定 咋过来了 团队 啊 来吧 咋不是瞧 这是来的外行 为什么呢 常玩的呀 跟炸玩的不一样 跟前有几个宝摩 瞧出便宜来的 宝摩就是常年混在这儿的 有时候也撒瓜两早上跟着压 到时候谁赢了吃个喜啊 或者给人家买个吃的什么的 挣点辛苦钱 这宝摩跟这里边混 来 来秧子 来秧子 就是来外行 这小子行啊 一来就拿这么些钱 咱们跟你块压吧 好吧 他这准赢了 他压三不能压 咱们这 咱咱们也提供 咱没钱 咱把裤子压着 宝局里边有小鸭 什么叫小鸭 就是类似小当货 是吧 这赌钱赌几脸了 啊 我这放弃 我这买卖 都压着不干了 这个可以 我小子说 有个戒指 有把扇子 我有鞋 裤子 我压着 都可以 是吧 有小鸭 这几位把裤子全脱了 这有六几位 往这屁股穿大褂 瞪着两边的气 他露着 有七位保摩 跟着鸭 待会这里开保 如果要是三的话 那甭问 就是人家送鸡当勇 如果不是的话 就这几位赢了 来吧 保官这 一喊开保 简单接说 咱们这程序全免了 打个二桥 三 我就过来了 你来给您道歉 什么事 您赢了 什么 什么我就赢了 我就在气 我们就输着 太亏心了 人家都没明白就赢了 压了两个标 现在我们陪您三倍 六个标 您上这边 拿您的钱去吧 行 转身就好 拿起来 揣着怀着 好名叫 推门就出去了 无论人都傻了 写字的先生这样子 哪来的这样 保官也傻了 伙计傻了 我这个也手伸重 还有六七位傻了 你说的啊 咱怎么办 这家谁知道 看着意思这是个秧子 他上外行 什么都不懂 哪钱也不当钱 咱们追上去 秧着秧着秧着 让他把钱给咱们 裤子送过来 走走走走 大伙捏这大褂就追出来了 再严重慢走 这手倒唬唬唬唬了 干嘛呀 大伙子 算这大褂来六个 我倒给横上 您赢钱啊 是啊 我赢钱 您现在干嘛 我家走 你等会儿走 你来看 这几个空 你看 说您快吓一套 六个大褂爷们 光是屁股穿大褂 您都就是 笔直气壮的样 撂下撂下撂下 什么事 在眼睛 可怜可怜我们 我们都以为您得输钱 谁知道您手气这么好 您赢了 我们算咋 我们以为您准点输 我们把裤子都压在里面 你说我来 您赏仨瓜俩走 我们把裤子输过里 哦 这不叫事 抓了一把钱 给你们 呦 谢谢 那您可一定再来 回去了 从您刚到家 吃饭睡觉 也没别的事 转过前来 也闲着 为什么呢 绸段庄 有掌柜的兵子 他自己没事 想起来 我还去 看个过去 到那进门 压工程压三 赚钱 然后呢 再找六个装屁 人都说 赚钱没有好 要我看非常的好 第一 挣钱很快 比绸段庄挣得还多呢 第二呢 我还做好事 要没我 那六个人都会找家 去吧 我来了 一进门 坐在那 来 先倒三碗茶 他以为喝水啊 是这流程之一的 喝三碗茶 喝完了 站起来了 教授 来字 固定 三 走 进五 火机解释不清 来就来吧 进来了 还跟大伙打招呼 这位 我又来了 坐在那 一看这宝宝都在 进来 脱裤子 脱裤子 这几位说 这不能见尖 这儿扯一下 待会您要真赢了 您赏我们仨官俩走 就得了 剪断结束 一开宝 三 拿钱 拿钱啊 抓了一把 给这六个 给你 站起就走 鞋上先上站起来 谁带来的 啥 鞋上这么来 咱们还这么不干呢 啥 我就说 还别着急 这不干啥是什么 慢慢的就行了 咋这儿起 见尖的去 你想啊 它是跑江湖的 最聪明 这个东西 拿我三千里边的 有几天就明白了 后来知道 不是见尖那么压呀 哎 我也试试别的吧 压大脉 压孤顶 都压猪学会了 简短接说 十几天的光景 它是这里边的内行了 可有一截 就不能老赢钱 所以说赌博这个东西 九赌无胜家 一上来就赢钱 不是好事 输吧 打着起 开始就输钱 输来输去 输了就俩余的 这天 他又上这儿牌了 跟着赌 压保 但是脸上可变脸变色 为什么呢 老输钱谁受得了吗 拧着眉瞪着眼 他就皱着眉 他这坐着呢 又打大门外边进了一位 啊 这位呢 这个头 也得有个一米八二望上 四方大连老门上一道罢了 啊 厂着怀 这小罐啊 厂着怀 以巴着宽的虎心毛 板着带 勒着央 抓地府的快须 手里拿一把 全尊百将的大膳 打着过 啊 一回头瞧就宋明啊 瞧着也没说话 转身奔后屋 这位是谁 这个宝局的中家 花班报李寺李德龙 通州人家 又打通州出来到北京城闯四号 我们单有一段书 啊 就是李德龙到北京 啊 要单说那个也得三天 有机会再说 一眼瞧就宋明干了 脉不后会 吩咐人来下去 把这个伙计给我叫 连伙计在仙城都叫来了 虽然 嗯 坐了那个大跪鸡脚 那个人 谁 哎呀 不知道 老来 叫来自 来了很有个一两个月 早先来什么样子 这些日子越来越明白 你们不认识他落双智子 江湖上特号 铁罗汉 宋青刚 他是保镖出身 先一口 德龙昌 丑顿中 是他的买卖 咱们这地方是毁人的炉子 知道吗 趁昨天前 早晚都是咱的 他要是 过些日子不来的 浑色八亮 如果还这么来的话 早晚有一天 饭管家才得输在咱们这 你们可记住我的话 有一天 他跟这儿要是翻脸 一不许打 二不许骂 赶紧给我送信 跟他 要客客气气的 记住了吗 你很聪明 这叫 未来水先别吧 准备好了 是言尼放弃 我们都记得 话说完没三天 宋经常跟这儿书 一记门就书 书子身上 分分都有 先上过来 先上一瞧 到我了 孩子 什么事 借点钱 爷您借多少 两天调 你要说十调八调 我问您这么说 甭问我们东京 我就给你两天调 这束缚字 忒大 爷您先喝水 我问问东京去 是 转身问候 后边 李思政喝啥呢 光着网子 穿一汗摊 这是记着板的 灯笼扣 脚底里穿着 牛皮的小块靴 这都喝啥呢 所以 让您说住 怎么回事 他借两千调 眉毛都忘记了 眼珠子都红了 这是要吃人了 我这就来 把扇子先放去 把头上喊塌塌塌 换上漂白的裤罐 外边套上了 长衫 牛皮的胸脱了 换上双眼的对鞋 穿上咋本 像一个念书人 三批纸大扇 放下 拿了一把 香菲竹的小事 咋里边出来了 一直就走到了 宋金刚的面前 这位是 宋的爷们 宋金刚一抬头 瞧着这个状态 不像是那扇茬 可是说话 文质彬彬 我说 你认识我 九阳云的大号 铁楼汉宋金刚 小可我叫李四 李德龙 这买门是你的是吧 不敢 老少爷们帮衬着我 吃晚饭 喂 来好多月 我原来 总有钱 我现在输了 跟孙子这 要不人这 输了钱啊 没底细 我跟你借 两千钓 没用就忘记了 心说我来好几个月了 我这个银子像游水 一样游到你这来 你只要敢说不借 我蹦起来就咋你 李四乐 大哥 您说这个话 您可是打我这边 您还用借吗 先生 借 拿两千钓 这宋爷 随便的玩 赢了是他的 输了是我的 大哥 您多找我 转身走了 举拳打笑脸人 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人家跟你客客气气 你动不了手 找茬打架 他得 两人一样了 你看我干嘛 我打算弄死你 你来 你来 这两人真气 你真让他打你 人家客客气气 你想打的 你没结果玩 玩吧 坐着玩呗 两千钓拿来了 二十分钟 全输进去了 你这会儿再来一回 接两千钓 那不要来了 行 你们当过的 赚钱放半袭刀 问哪 自个儿有买什么呀 先一口 瞅短装 四字号叫 多用唱 这儿进来 他有掌柜 比如说 宋介领可来的 好几个月没看进去了 我是公务繁忙 把这个 搁钱的匣子给我打开 一人家要干嘛 别废话 匣子搬出来 三刀锁 都打开了 他不是一翻个 扣在桌子上 大 葫芦好了 穿着豆 一纸的香味 锁上 我锁子干嘛呀 钱都拿走 我还锁子干嘛呀 一人家边拢 你怎么回事 我在永安桥 李四的宝局 跟那儿压宝 压了压去 我叔叔 实话实讲 乱人都干不了了 你别贴个头 死兔出草 转身出去 敢过你拍手 把这乱人算是拉倒了 带着银子二番头堂 又回来接着赌 简断接收三五天的功夫 钱 全是五金钱 回去找掌柜的 又把这买面倒出去 又带着钱 上那赌回去 一天比一天惨 到最后 三千零面的绸缎庄 了进去了 分分不由 打这儿出来 拿凉峰一拍脑袋 哎呀 坏了 我这不是疯了 我怎么就上去了大陆 人长的时候 九祖五圣家 我怎么就没听见那句话呢 现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了 哎 我还有住宅呢 对 回家买房子 要不是赌博呀 真是痴人呀 可是倒上就琢磨 回家怎么跟媳妇说呢 对 回家我就跟邓连 我跟他 呛的场说话 有一句话让我逮着 这日子没错过了 来吧 一进门一条连的望着一坐 媳妇瞧 大爷您回来 我招博 我的家伙不回来 您喝水 来 气场 怎么还有傻业 不可以话吗 呦大爷您这是怎么了 你关我呢 你别跟我说 你给我自言 你骂我 你骂我 我跟你蛮齿不好 你说出来 大奶奶坐在这儿了 大爷 咱们可是抓就懂不起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人 回来抬桌子瞪眼 呛了茬说话 你是必有所谓 你要干嘛 你说 为妻我 听你的谜 哎呦大奶奶 我跟你实话实说 把这段经历 堂堂堂堂 全说了 道工军我 万般不赖我 回来 打算把这房卖了 你把房契给我 我拿着房契 上次那儿还堵过去 挣个钱 咱们接着买房 接着干咱们的大奶奶 好吧 行 你看你说明白了 这事就好办 你等我给拿去啊 咱懒得出去 一会儿不过去 拿着把菜刀进来 你先把我剁了 来护你随便 啊 跟你这么新年 风里来 你去你 怎么剁了成这样了 你要卖房 来吧 你先把我宰了 啊 这一句话 把心血呛下来 我这叫什么人 啊 媳妇把自个儿 呛在这 行 你也别弄这个 啊 我哪能把你杀了去 是不是 你三天之内 买吧 准开张 知道吗 别看我把仇段章 怼着去 三天 准回来 三天不回来 我死了一天 站起来往外就走 大奶奶跟乌空 他可就到了头头里 自己一琢磨 我这次说话准能算数 三天回不来 我这死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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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想啊 三天门眼 头顿着后 抄起来那不是说卖切糕啊 这二百钱就开张过来 这是大奶奶 可是跟媳妇说了横话 这个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一琢磨 我到今天都是因为里斯里的龙 你要不开宝局 我何至于这样 你看 这点儿账是这么酸 我现在啊 我找的拼命去 人都说有跳宝案子一琢磨 我今天就去跳宝案子 我去合着去 今天我跟他分着你死我活 对 我去 站起来往外走 蹭蹭蹭蹭蹭蹭 走了走去 走了哪了呢 这个地面叫猪尸口 猪尸口马上边 这次涌入的边上 有个老头卖杂货 拖出开户 放着零碎东西 其中有一把脑子 脑子就是匕首 老头早上起来 收了 又花了点钱 脖子不是快 十指帮我拉他呀 换一天饭钱 隔着这儿 坐一张一瞧啊 跳宝案子得有家伙 这担当子真好 一把他拿起来 看这老头 谁敢 你的 你怎么呀 你怎么没瞪着眼 眼珠都红了 谁敢说话 这爷您要干嘛 我跟你这么说 别害怕 我叫宋静昌 鲜鱼头 愁短装事故 后送掌柜的 哎呀别送掌柜的 大人都走着去了 永安桥 李德龙的宝局 我跟那全收进去 我没辙了 我三天之内 要把买书开回来 但我估计开不回来 我没辙 我得上他那去 我找个偏命去 知道吗 手里边那家伙 我就指着你这把囊子了 我进那门去 我得给他一刀 不通了 我这上下都是血红了 你可记住啊 压门口来人 要问这刀是谁的 你还得拍胸脱 说是那一刀 老头孤单贵那 大爷还得饶着我吧 哎 白小 我哪能害你 你低头 自个儿这儿 记着一个十八字的手券 摘起来 给你这个 怎么着 也比囊子值钱 啊 我要是死了 就快再罢了 我要是没死 我回来打爆了 别回来了 他也能远走高飞 找一忽人之处 把腿带撇开了 把这脑子插好了 又把腿带的缠上 把大褂放下来 迈不来再聊 米德楼的报警 一进门 大伙一瞧 要回来 要出事 为什么呢 这人脸上血呢 啊 眉毛都明着眼中痛苦 这叫血灌突然 进来 开饱了 来那来了 还没开呢 把人扑了开了 站在保安前面 压了几页 这不还没叫等您呢 我压三 我来的时候就压三 我今天还压三 那您交烧吧 好 闪开 说声闪开了 一抬腿 踩着保安上 解这腿带 大叔交烧解腿带 钱购哪的 解了之后 往上啊 捋着裤子 衣着把裤子 晚上来 露出大腿根 再一伸手 入大腿椰子里边 哼 就把这脑子撑出来了 在卢王瓦家 拿手一抓 大腿的里面 一使劲 咔咔咔 就半斤上下的肉 往这按钮上一拍 救手 什么意思 这叫跳保安 过去有着 混得没辙了 吃仓库 得保安的 这是过去地体流氓的方法 我事来闹来 你看我这 拉了块肉 你压了三百 你压了五百 你压了一块 我压了一块肉 我压了三 如果我赢的话 掌柜的 你照我这肉 赔三块 大女生拉 你要说不给我了 好大人 天天上那边 拿钱来 咱们说一说 这叫跳保安 但是一般没有 为什么呢 这就打授了 这块肉往上一扔 这屋就乱了 了不得了 跳保安出来了 拿脑子把肉炸上 先生 过来 你别害我 咱们可是老哥们 今天来没别的 我这不骂 压了一块肉 你上秤给我称一下 您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这要烧吧 对吗 我要是赢了 我压了三 我要是赢了的话 你们掌柜的 给我照样拉三块肉 就这么简单 我输了 拿着肉 走人 怎么了 你们开这公司买卖 这事也是买卖 就没想到 您这个烧困独特 好好好 那您烧困 登登登登登登 在后院 离四里的龙子后 正喝茶 也跟您说出事 怎么了 那个 怎么 说什么怎么办 不是 那个 手机刚回来了 来之后呢 你拉了块肉 拉块肉 要跟咱这儿堵 拉块肉 有多少 让二百来去 把人刮了 是怎么着 不是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来呀 从秦代诺 是 伙计们错诱着 李德龙号不跟着 来到门前喊一声 闪着老头 把脸打开了 进来 哎 哈哈哈哈 宋子哥 您好 啊 一两位 两位就瞧着 怎么呢 李德龙 面改色 心不笑 宋金刚 满脸的微笑 这会儿 快点 蹬死我 没有身子 啊 两人就如同初次见面 大流氓 才能到这个身子 哈哈哈哈 您这是 有雅兴啊 啊 我来玩耍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您焦烧了吗 在这儿 好 先生 来 上等子 上等子 天平 撑一撑 这块肉有多少 按摆着拿起来 多了多 多少分 三两三千 好 您压的是几啊 我压的是三 好 压了三 咱们这 这一宝呢 也甭开 就算我输了 大哥 您输了多少钱 兄弟 我证一证眉头 不算精神好汉 李四聪明 久走江湖的人 真开宝真是三 怎么办 啊 拿话把你排不住 就算我输了 这样传阳出去 也好听 啊 你说多钱 花钱 不叫事 宋金刚一百 说 哎 亲说你花多少钱 三千门脸 扔进去了 管管家财 床进来了 你一句笑皮话 把我打瓦了 门也没 什么话 什么就算别的呀 输就输 赢就赢 任不服输 开宝刊 好 宝瓜 过来 宝瓜过来 开宝了 要宝瓜 爹 叫 把他叫吧 叫 你叫 我叫胖子 谁会这样 好 免三 头句话 李德龙冲我 免三 先把三免了 什么意思 好歹落一几下 免三 其二 不要输 别来邀 李德龙这气 这宝要怎么开啊 一二三 都全没有 别三 吃二 吃四天 又 九万 满屋人都傻了 耍这么些年的钱 没有说 里面开出酒来 开盖一瞧 三 满屋都傻了 宋静张踏实了 行 我赢就赢的这三上 李德龙点点头 好 给您道歧 你压着三 不可能光是压三 因为刚才还有别人下注呢 还有压三的没有啊 那嘎吵呢 我 给他拿钱 还有谁 这号 我 给他钱 还有没有 桌子里的大餐 我 你出来 出去 怎么着 生日还俩日呢 刚才一两刀都钻饼去了 把人叫出来 给大所算账 算门账 今天我们买卖到这儿 连累请吧 闲人打不出去 前后门上锁 送给你 随我来 有打钱吧 直接奔后院 后院有一天棚 天棚底里又捉一板凳 到这一座 拿去水 你喝口水 你请个掌柜的 来来来 两个人是谈笑风生 旁边好几十个伙计 都在那儿瞧着 心说看掌柜的 今天怎么收手 喝了两碗茶的功夫 送的爷抽烟吗 来呀 给他爷拿烟去 你坏了 知名人有事 打开了就坏了 去拿药去 一会儿拿来 什么呀 一大棚 辣椒面跟盐 拿过来就往腿上挪 一葫芦 你说我们谁瘦的 再瞧宋明刚 谈笑风生 好药 好 江湖的我估计 这会儿要是 哎呀 藏死我了 当时就算完 你那肉白拿了 不行 必须得乐 好呀 好呀 好 哎 这说抽烟 打火去 哪有打火快 夹了一块烧红的煤过来 倒跟巧问 作业给您干啥 总监刚明白 要说搁在这烟袋里边 咱们丢人 一两根水 放这儿 这块煤 往这伤口里 一放 喝啦一声 石油血水 李德龙赶紧给爸爸 这家混账 石不现实这是啊 你说这事闹的 我说宋伯哥 你我弟兄远日无论近日无仇 难道说非走到这一步吗 李德龙 你别客气了 今天送某人来 我要尝一尝 什么叫四面见见 四面见见 流氓打人 好 好好好好好 孩子们准备 说着话地上铺成了一颗席 席扑好了 大哥 爬会儿吧 哎呀 这一拧着站起来 腿盛着 往前来 测身躺 好腿搁在外面 好 坏腿跌在里边 缺着这个膝 这手护着腿 这手护着快 测身打 打哪儿 打小腿 是吧 准备好了 李德龙瞧瞧 德哥您好了吗 我好了快点 我等不了了 哎 说生来 二十个大小伙子 手里哪怕 这么长的浪子 都是这么粗 举起来 奔着腿 屁都叭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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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会儿 都打碎了 差不多了 这一寒 就 做了个 翻个身 真狠啊 自个儿翻身 走您刚刚点点头 哎 稍等 腰眼一使 这啪就翻过来 打这条坏去 打发 提心就折 到最后 打他们腿上 啪啦啪啦 为什么 鼓吐碎 李德龙这心里 一距尽着着急 心说第一 这人不能死 火心了明了 到最后 是固打棍 知道不能往身上打了 再打出来命 我这棍儿 知道这儿 你那根儿 打我这棍儿 啪他怕了 啪他怕 也想 打连韩战闹 再是不往人身上打 李德龙这脱脚脚 怎么收场 必须要来一个江湖上的人 能把这个事剪开 否则的话 这个 无法收 再强送您刚 那连杀 跟超级凿事 错词 错词 连韩了三声 再强送您刚 睡着了 真狠 行 我算踏实了 就这会儿 我把这儿 啪啪啪 打门架 打个密桥 能够站一桌 架着不来 还进来 李四乐 行了 这事儿有交代 谁呀 也是北京城流氓祸祸祸里边有自豪的人物 这人叫 李四 这还真不是编着 你去查查资料吧 李四 当年也是说说道道的 后来因为啊 遭了恨了 被人打了 打完之后呢 腿折了 找大夫接好了之后 可是一下雨腿疼 就知道这腿有毛病 找大夫行 我这腿怎么疼 大夫说我的汁您得来 你看了吗 拿出药瓶子 里面是药水 泡着这么一块婴面膏 您就花钱满 您还找他吗 给您把腿砸折了 回来我给您上 别去了 干嘛找他们自己来吧 腿搁在这门槛上 旁边有凳子抄出来 咔给个人腿打折了 大夫抄大夫 罢了 我给您接着给我走 别去了 今天有人花钱买我这一面股 明天就有人花钱买我这条命 腿又回来就这样 打这谁 架的拐 可是北京城 这些个大流氓小流氓 全都买他的账 给大夫说何事 今天到这串门来 一开门 你的龙一把拉进来 换进 有这么一个事 如此这么办 这么办如此 啊 于四是多聪明人 啪啦 一切都拐着扔了 两步到了跟前搂住 宋金刚 大哥 大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宋金刚微微睁开脸 你是谁呀 你不认识我了 我叫于四 您这班都知道我呀 想起来有这么一位 听说 但是跟你没会过妙 有事找个全虚全影的人来 哎 这就什么 干起来了 那个 你们这事办的不像话 宋金刚是我的朋友 你们这样做 不像话 来人呐 准备东西 送大爷子 都下养生 这是邦子里的了 人要死在这 没法教他 准备打火了 火了里搁起床 红背 把人搭起来 扔在背后里 四个人搭着这火了往外走 后边有俩火 就搭着一个筐 筐里是铜钱 问哪 对宋金刚的家 啊 伙计都出面 开一块 这小子跟着 简短接触 来不了 宋子爷家门口 吩咐人 你们再搁篮 等着我别过来 我先去 啪啪啪 一砸门 大奶开门 你谁呀 哎 那跟您说 我是 有关保局的 啊 那个宋子爷 跟我们点玩 玩着玩着呢 哎 才搞慢嘴 白氏磕着碰着 白氏 您说实际上 他跟我那儿养伤 是跟您这儿养伤 废话 回家养伤了 你说他 打过来 说了一声 打过来 人就倒了跟前了 大奶奶 女众豪杰 拿手一拦 等会儿 我先瞧着 是活的 是瘦瘦的 先说好小子 你别蒙我 一瞧自己丈夫 勉强睁眼 大奶奶眼泪下来了 不让人去你 非得去 好 现在如今到这个地步了 咱们什么话都说 你告诉我 你说不要怕 你咱们低头不算 腰头算 好不好 你说吧 你是进来 你是走 怎么东西 我听你的 要是跟拼命 我这就拿菜刀去 宋子爷啊 拿眼睛瞧着自个儿的 媳妇心说 我是真对不起你 进去了 进去了 好 搭进去吧 把人搭到屋里 搁的炕上 一筐铜钱 往地上一扔 这几个小子 磨蹭都到我 这会儿想问什么 问不了 说不话 刚把门关上 转身进入 门口砸门 那个就是送去吧 大奶奶赶紧出了 开门 谁啊 我们是那个 那个东边门 那个宝局的 听说宋子爷受伤了 我们来瞧着 有两个屠包扁去 保皇他藏了 送进来吧 贱心哥在这 转身出去 刚回来 啪啪啪砸门 谁有人吗 这儿出了 你谁 我西市门宝局的 来看宋子爷来的 好 进来吧 进来关着门 一会儿跟我啪啪啪 都是我的宝局来的了 简断接说 北京城得来的 百十来点宝鱼 马的院里 老处都是贬心 咱等帮签分的时候 门口又来人了 来这种四十来岁 黄白镜 带着一个大夫 进门就说 您是嫂子 这个您是 我姓安 我叫安三太 我们俩是好朋友 听说受伤了 我带着大夫来 给他上去腿 来吧 大夫进来 简断接说 这是好大夫 三下五出二 洗一洗 弄一弄 打甲法上药 又开了好多吃的药 说打这儿起 安心养三 不放心 我这还有一个折子 里边有五倍两银子 日常花销就拿着它 扭头就出去了 打这儿起 三前两头的 北京城各大宝局 都派人上这儿来 来看这类送金刚 一眨眼 大半年过去了 宋爷恢复差不多 坐在屋子里边 两口聊天 林书二世 来这些人你都记着吗 呦 大爷我都记着呢 有张三李四王五照 有没有一个叫李四的人 没有 连送你回来那小子 都没来过第二趟 行 有冤的报冤 有仇的报仇 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好了 哎呀 行 家里得过来 做饭 吃完饭 我下午出去 见个朋友 中午吃完饭 大家出来了 过车 上车就问 北京有个叫安三太的 你知道住哪儿吗 我的眼 您真行 知道吗 住在北城 安定门外 不过到那儿 你可别说安三太 得说三言 人家有势力 好 带我去 简断接说 就到了安定门这儿 到家一问 家没人 行 改天我再来 说一声 我叫宋金刚 我是来道歉 出来上车 告诉永安桥 带我去找李德龙 我找他拼拼去 简断接说 这个车走到了 肉势口对面来一撑 这车都挑着连着 哪里一打 哦 那儿坐着是李德龙 宋金刚眼中都红了 打车下来 一把就拉着李德龙 没想到李德龙 一叫万里把他弄住了 我正等你呢 啊 你等我干嘛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论 来 跟我来 走吧 往里边一走 有一饭店 叫月明龙 卖步上来了 二楼雅金 这儿一惊 李乔这屋里边坐着俩人 啊 兄弟 你要干嘛 你别着急 来 这位你认识吧 李乔这位 逐着拐拐拐 宋本哥 你是 你看 全居全员 下车 遇了个 那后人说话 实话实说 这位你认识吗 一指 这位本来是 后辈臭了他们 说到这儿 转过来了 你是 宋金刚 你是 死在下 安三太 安三太 三哥 我听人说了 你上家去 又送大夫又送钱 到现在我先瞧着你了 没有别的 三哥转上 是我大力 坐着 把话说清楚 我不认识你 我凭什么给你送钱 我凭什么给你智商 对啊 凭什么 好话 都是李德龙干的 他是真心教你这个朋友 所以说是他还出我来 而且就是这样 我看你好了 我们正商这事 刚才家里伙计说了 说你坐的车满就是着 没别的 哥们咱们是相好 偷皮特 我没别的 愿意去一块 咱们多亲多敬 宋元 您给个面子吗 你要这么一说 得嘞 我说四哥 咱们可是不打不相识 那是 我佩服您是英雄好汉 那咱们哥几个 多亲多敬 淘气了 安三太淘气了 你们这么一说 我踏得实实的了 马上就到七月十五了 七月十四 我请了一帮唱戏的 还在江南城坊庙 七月十四号破台 咱们瞧瞧戏 七月十五 打京西来一叫放杆旅的人 咱们哥四个是头回见见 一块好好聚聚 好吧 咱们书要检验 这一天到了七月十四 七月十四 在江南城坊庙的院里边 高搭了这么一座戏台 正当中 八仙桌子 后面已经是散色的椅子 这边坐的是安三太 这边坐的是宋金刚 这边是李德龙 要跟这看戏 喝酒 把酒言婚 戏班班主过来 几位爷 咱们破台吧 开始 什么叫破台 一个地方要唱戏 这个台必须要有个仪式 为了是唱戏保平安 叫破台 破台的仪式是这样的 台上摆上十八般兵刃 代表了十八罗汉 正当中立着关刀 关刀 就是关云长用的青龙叶热刀 戏班叫关刀 关刀在正当中 两边是十八般兵刃 戏班里边唱五弹子 要扮上一个女鬼 围着台跑三圈 这三圈跑完了 表明这个台 打着起来就干净了 这后边就能唱戏了 这根几个坐着比 喝酒 台上就开始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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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般兵刃摆好了 正当中就这口关刀 再瞧 有打上场门 后边出了一女鬼 当家的武弹 黑头散发 满流鲜血 上个台来围着十八般兵刃 跑圆场 跑着跑着突然间这十八般兵刃 跟你一块坐 哗 大鬼一瞧 这场不对 怎么了 兵刃是死的呀 人跟着跑 跑三圈是个仪式 下死之后全翻开了 咱们唱戏 这女鬼人 人半个围着这兵刃这一跑 怎么着 十八般兵刃跟着哆嗦呢 哆嗦来哆嗦去 这女鬼的演员下场了 这关刀 尤打上不下来了 咔嚓 尤打台 桌在台下 桌在土地上了 洗班都傻了 这三位也傻了 你别瞧他大流氓 他没见过这 班主 回来 回来 你有点事 怎么回事 不是 没事 俩圆场 然后下去 咱就开戏 透露 天官四徒 都说好了 台 不平 不是 来来来来 关刀 那都请人 把关刀 又请回去 都看明白 立乔 台上很平 什么时候都有 来吧 你们 破台吧 跑上去 exhales 伙伙 佛伙家伙吹起来 这女鬼油打后台 gentle 围着兵人家的来回的楼柳 一圈半个圆巢刚过来 就看着兵人跟着 来回哆哆 这关都打着座上窜起来 整家的地上 安三太战出来 不干 来 你们以前破台出过这个事没有 戏班都说没有 我们家土船换呗干这行 没见过这事 那是这么回事 宋金桑也过来了 李德龙也过来了 而且发现一个奇怪的是 我到两次落地 扎的是重庆的地方 安三太拿手一只蓝牙 把这地给我刨开了 我瞧 是 有人过来请开了关东拿铁销器 给他按着铁销拿给你刨 刨了没多远 三尺来深 你瞧这底下 有一句无忧的女士